我叫黄书洋,今年72岁,我在志工师工警复读学校进行御武林,对孩子们进行羽毛球训练15年了。 2021年,我带领共警复读学校的孩子们,参加了第11届全国参议会,及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羽毛球训,在七个项目里面,取得了六个项目的冠军,一个项目的亚军。 这样的好成绩,是跟他们评论家刻苦训练,分不开的,是对他们的最高的最好的奖励。 我是志工师工警复读学校校长刘崇昭,我们学校是一所智力残疾儿童学校,现有学生157人,为了发展智力残疾儿童的特长, 我们在学校特地开展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,现在开展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主要有特奥游泳,特奥轮滑,特奥滚球,以及特奥羽毛球。 我校的特奥羽毛球队在2021年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第11届残疾运动会,以及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,取得了六斤一银一铜的佳绩。 为了更好的发展我校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,我校将接住体育附建进校园项目,进一步的拓展特奥运动的项目,瞄准2022年四川省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, 以及2026年全国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目标,更加努力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我是共景区残联理事长黄顺,我们共景区委区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, 主要领导曾多次做出重要批示、指示,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好残疾人体育事业优势。 我们主要是借助区域内的残疾人辅读学校,以学校为主,充分整合社会力量,来发掘、培育、选送运动员。 重点落实好残疾人体育事业相关政策、经费,做好生活、后勤保障。 探索残疾人运动员公益岗位开发,积极推荐就业岗位,解决残疾人运动员后顾之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